大家好,我是老闲全身,欢迎来到全身解说 这边是给大家送上的是大事局 大事局,魔兽大事局,UEP 11点钟,HAPPY 对上我们5点钟的三个蛋 三个蛋 好,我们前面加快点进度 加快点进度 好,亡灵,四分开启 没什么好说,看一下出什么英雄 Lich 好,准备出来我们回复到正常的速度 看一下这边选什么英雄 好,这边已经出来了 先知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惊喜 Lich对先知,先知的话 先出猎头 先出猎头 这边什么也没出,要速科技了 好,造在外面,吓我一跳 我说什么也不造 那不科学 一波就停飞了 好,三个蛋 三个蛋最近也喜欢用兽子 对上HAPPY的话 这个操作压力确实很大 确实很大 好,看一下三个蛋的话 派出自己的两条小乖萌 上去给对方一顿乱铁 好,看一下造好了 开矿流 可以哦,兄弟 很有想法 很有想法 我说中间怎么多了个建筑 不错 不错 好,这边没有身本 没有身本 先造科技 先让你不要到我家来 对方也是属于 可能是惊艳 惊艳使然 没有派兵去侦察一下 没有派出来使 对方一直跟着你走 跟着你走 让你不要过来 那遛你 先遛你啊 让你不要察觉我的一举一动 那这是即时战略的 很重要的一点啊 不让对方发现自己的意图 遛别人 那才是魔兽这个游戏的魅力所在 但是对方迟早有一天是要发现的 但至少不是现在 让对方拉出了很多的小狗啊 有几个狗 六个狗 七个狗 七条小狗 拉出来 链击效率会非常高 也可以链击 提升链击效率 第二的话 可以应对对方的骚扰 正面对对方骚扰的时候 完全不虚 好的,要发现了 没有发现 兄弟 肯定要发现 肯定要发现的 好的,先造一个塔 补一个塔 对方已经发现了 发现的时候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为时已晚 剑塔造起来 对方也没有办法 那开始满地图的跑 那始终先知才在拉扯啊 刚刚升两本 这边升了一半 来看一下 HAPPY这边 不可能让你爽快的练极啊 始终是跟着你 你练上面 我就练下面 兄弟 还要不要 跑过一个野猪来 收下兄弟 谢谢 从容笑纳 还一级 这边两击半了都 两击多一点点 重新招一个小骷髅 然后重新招一匹狼 看一下对方 HAPPY这边三十人口 这边三十一人口 现在双方经济也差不太多 这边的经济稍微好一点 因为这边本还没开出来 加米杰 米杰加三 对先知来说没什么用 有剑圣的话倒是不错 来看一下HAPPY这边 练极 耽误了一下 耽误了一下 那看看现在他的对手在干嘛 在游走才一级 好了 等级太低的话 待会见面就要交 赶紧把等级提起来 00这边还是比较稳的 先把自己的本 拱固起来 这是人组打法 典型的人组打法 那不是传统的兽组 兽组的话 一般会把自己的优势 先确立起来 再去开矿 因为这个商店 这个矿比较特殊 正在中间 那汪林的话 起步稍微慢一点 稍微慢一点 好的 这边练完了 练完的话三级 剩三级了 这个宝物也还不错 也还不错 宝物也还行 但是对于力气来说 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这两个宝物都不好 都不行啊 兄弟 我们这边炼击效率是差 这个先知 没有地方去了 那商店有了 商店有了 看一下有没有小歪 或者是 头 把家门前的炼掉 升三 升三 好 升三就是不错 那这边三本 一直没有 没有升三本 这些二本 刚到底了吗 好 这边开矿了开矿了 我就说不开矿 不像happy 不可以胜利 不开矿的汪林 不是好汪林 对方家里边 已经万事俱备 好了 先开起来 兽足浑然不值 还在这边沾沾自喜的 自己的矿运起来了 其实对方 运起来也会非常的快 如果说你不去接触的话 在这头 支持不肯升三本 刚才这个时间 应该把三本把它提起来 都没有神 开始升三本了 没有生三本的话 后面会非常难的 好 见面交交 刚方都交了一票 自己的小弟 对方交小弟的话 会出骷髅 你交的话 你变成对方的骷髅 对方的兵越打越多 你的兵越打越少 这一波的话 看似是 哎呦 这边也不转 都不转 这边升到了四级 各损失一半 七伤全 半斤八两 很强 HAPPY的风格 真的是很稳健 又稳健 操作又骚包 不会任意让你得到其中一个单位 总要占点便宜 那APM 手都抽金流 抽金 那边派两个小狼上来刺探一下 那这边冰塔好了以后 你也进不去了 进不去了 对方盒子来了以后 真是如虎添翼 阵型非常的不好 兄弟 对方依托自己的大本营 还有冰塔 还有一个盒子 跟你纠缠 赤身过来送一条命 三级 三级 两级DK 太硬了太硬了 而且盒子在照的 盒子一照 你根本就进不来 然后他没有办法 攻击目标变成了对方的小狗 这波貌似是受阻打赢了 好 这边要秒 要秒 要秒 Lich 什么鬼 差最后一下 最后一下 秒了兄弟 哇 可笑 梦幻梦幻 但是对方蜘蛛已经来了 蜘蛛已经来了 就预示着你这些猎头 白给了 白给了 两个盒子 两个蜘蛛 完了 虽然说丢失一个Lich 但是整体来说 稳住了 对于自己的布局 还有打法 还有自己的发展进度 并没有太多的影响 我们看一下这边 有没有三本 三本 好的 出了狼旗 没有出三英雄 哎呀钱太多了呀 钱太多 没有做事啊 好的 攻而反 那这边狼出来侦查一下 这边还是守在你的基地 一魂不散 你要不要出来见我 对方高挂免战牌 好的 部队稍微有一点点成型了 那科多没有见到 科多呢 没有人口 好吧 并没有人口 看一下对方的运营 对方的运营 对方的运营 还是非常的稳 就是跟你慢慢打 用木头冰塔 反正你一半会干不掉我 然后慢慢去消耗你的单位 反正我有两个盒子 先升级升级 不错 对方可以变身了 可以变身的猎头 稍微猛了 那么一点点 但是狼旗出来 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对方的单位 还是没怎么死 这边应该冰塔 已经在射了 射得好爽 无功而反 无功而反 我觉得 他的推进有点慢了 他的推进太慢 到了三本 跟对方刚刚的话 对方已经升三本了 那你的强势期 就是在于二本升三本期间 你现在开了矿 而且没有人口 没有报人口 应该早一点爆 前压的话 他的分矿早就没了 你再到主矿的话 你更是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我觉得即时战略 真的是考验双方的这种 对于战局的把握 刚才他没有即时爆兵 一波压过去 说不定 就把他压死了 分矿起不来 这样他的优势 后期的优势才不会这么大 你现在跟亡灵打后期 那简直就是 哎呀 荡然无存的优势 荡然无存的优势 对方是越打越爽 越打越爽 光环越套越高 现在有没有老牛的加持 刚说完来了 刚说老牛就来了 一脚地板下去 一级地板不是很痛 不是很痛 这个先知成了重视之敌 小歪赶紧加一口血 这个配置没有前排啊兄弟 没有前排 后排会很难受的 也不造法师部队 我不知道000怎么想的 这个组合后期肯定是打不过的 中期已经很费劲了 因为你没有前排 打不住 这把勉强撑过去了 好的闪电链 这把居然打赢了 看一下双方的人口 这边我看一下 60 46人 这边 72 60人口 好的 人口占16 16的优势 竟然被对方压到后退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兄弟 也不造前排啊 你以为是人类呢 还在造猎头 还在造猎头 一脚地板 老牛还是一级 狼急 瞬间被秒 好了自己的主力英雄被秒的话 一个二级一个一级 对方一个英雄就比你高 还怎么打 你看这个部队又拉垮 没有前排 后排火力跟不上 老牛等级又低 没有宝物 射爆一个盒子 但是对方的话 也在被追击的过程中 完了 对方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 送几个蜘蛛给你 happy这个操作 始终让自己的配置 处于一个比较完完备的阶段 虽然说倒了几个蜘蛛 两个盒子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狼过来也没有什么 事情可以做啊 完全做不了 要杀对方农民 好海量的猎头 加上两个科多 这个阵型不好 阵型不好 对方压过来 小歪三级 老牛两级 对方开始拉扯 两级的老牛 有大血 赶紧吃一个 对方等级实在是太高 等级太高 都不费血的 这个蜘蛛 我听到嗡嗡的一下 对方三英雄也加入了战斗 射不动啊兄弟 效果真的不好 真的不好 没有大技近身保护 贴身短打 老牛 纵使是有无敌 但是时间太短 老牛要打 赶紧跑 赶紧跑 你不可能 胃会射死了 被蜘蛛支 蜘蛛丝粘死了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受诸兵败如山 受诸兵败如山 全是猎头啊 这猎头都是惊艳宝宝 兄弟什么时候开启 现在就开启 欢迎来家做客 给方什么也不带 什么也没有带 带了三个吃饭的家伙,干饭人,到你家 老牛买活了吗?这是 老牛应该是买活的 好,这边先知也复活了,先知也复活了 两个狼奇过来,小歪没有出来 好了,这个形势已经非常不乐观了 非常不乐观了 57人口 对方59人口,我的天哪 这优势啊,慢慢给你拉回来 Happy,不愧是欧洲鬼王 真的太猛了 对方进来看一下,这个菜不合胃口 我走了兄弟,你慢慢吃 你慢慢吃 我同胖一口血 又是一口血 完了,气死了老牛 老牛是气死了 老牛变成了高级步兵 那这一把的话,完全看出 Happy对兽族 这个策略啊,他的策略 慢慢给你发展 我给你打后期 前期的话 只要不是太劣势 都能打 那这次000 犯了一个比较大的错误 中期有兵的时候 没有去压制 让对方发展起来 慢慢蚕食自己的部队 非常的不好啊 非常的不好 即时战略,即时战略 这个战略有失误 有失误 这次000败在了自己的 战略上面 操作我觉得没太大的问题 好的 那大家喜欢全解说 今天没关注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